我一直觉得钢铁股 这有点委屈啊 我们不要讲说 他们现在这个报价了 有开始回升了 开始涨调涨了 因为这个我们在录影之前呢 这个中刚才说他2月份 宣布调涨盘价 对没错2月份的 这个盘价终于调涨了 那可是呢 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说 他调涨的幅度很小 好像一丝一丝而已 可是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的 就是呢 跟中刚有关系的这些 国际性的这些指标股 钢铁啊 就是金属的指标股啊 那大家看一下 淡水河谷呢 它是做什么 它是做铁矿杀的 它的涨幅呢 从2022年10月啊 我们从2022年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低档 开始起涨 涨到现在呢 涨到45% 美国旅业呢 它虽然不是做钢铁的 可是呢 它至少是金属的这个 领导指标之一 它涨幅是57.5% 美国钢铁 这个就不用讲了 因为它是美国钢铁的龙头 它涨幅57.1% 连韩国的普向钢铁呢 它的涨幅都高达42.5%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中钢 哇 涨太少了吧 有没有 很委屈啊 还不到两成耶 是啊 是不是很委屈 对不对 现在他们这四档股票 平均的涨幅是50% 我们还差了他们30% 那个零头不算 差30% 你觉得部长有道理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记得中钢的高阶主管也出来信心喊话 他们说虽然这次钢铁的警戒 他们认为是U型反转 但是他们已经看到春宴了 他们认为不止二月份 甚至极有可能三月份 四月份都会慢慢复苏 这个燕子有这么大只吗 有两个 我们这样子讲 他们为什么呢 这些的这个美国啊 韩国的他们的钢铁的 他们股价都能够涨这么厉害 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他们看到疫情过去之后呢 全球的经济景气 有机会这个止跌翻扬 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解封之后 大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解封之后的经济景气的表现呢 是这个抱着非常高的期望 那所以呢 对于这些原物料的产业来讲的话 像是包括水泥啦 钢铁啦 还有这个塑胶 那他们的期望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钢铁 那所以我的感觉是 应该是有机会的 好所以所有的钢铁股 我们都可以关注吗 还是您觉得 就先以中钢为主 我先以中钢跟中红 这些的比较属于这种钢胚啦 或这种粗钢啊 这些的 这个我比较先 值得先注意一下 好另外我们花一点点 比较短的时间来谈一下CPI 那当然其实CPI的数字 还蛮符合预期的 当然美国最新公布的一个数字 是6.5% 那其实 我看很多的外资分析师 大概就是估6.5到6.6之间 所以蛮符合预期的 那有一个会不会认为 接下来其实美国的CPI 就是会持续的往下走 那对全球股市来说 应该是一个加分的效果 对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会持续的往下走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从1990年开始的 其实你可以看 他们这个CPI 很少有这么高的记录 那现在掉下来 我之前有讲过 它应该 他们这个虽然连准会议讲 包里会讲说 掉到大概2% 它才会停止升息 才会降息 或怎么样 可是呢 其实你可以看 在过去的记录来讲 这条横线是2% 那之前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 大部分都是在2%之上 没错 在3%以下 4%以下 所以其实我的预估 是它只要跌破4% 它就有机会 开始停止升息 甚至于开始降息了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那现在呢 那个全球的预估 像那个FateWatch 它就有讲说 2月份呢 就是2月1号 它会公布 联总会会公布 他们的这个 这个利率会议 对对 利率政策 然后呢 它就讲说 他们现在预测 就是可能只会升息一码而已 那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最近呢 这个美国股市呢 能够出现一个强力反弹 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 虽然鲍尔有再三强调 2023年不会降息 和现在市场上很多 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 依目前的经济情势 极有可能 年底还是会降息 对没有错 因为鲍尔被打脸打太多次 他是打自己的脸 不是别人打他 所以永年哥怎么看 接下来如果真的会降息的话 那全球股市真的就 是有机会 而且呢 我们这样子讲 一般来讲 都会反映在前面一季 对 他不会说 你降息了 我才这个股价才开始涨 最慢都会 在一季之前就反映 所以我觉得说 下半年呢 只要没有意外 只要没有意外 那应该是有机会 开始降息 从第三季 或最慢第四季 应该有机会降息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讯息 如果真的是 下半年第三季 或第四季 开始降息的话 那其实 股市会领先 一季反映的话 那就符合您之前 来节目跟大家分享的 您觉得 我影响人客 您说四到五月 是台股的最低点 它会是见到一个低点 那之后呢 到底还会不会呢 再更往底下走的话 那到时候 我们再来看 因为世界上变数 还是很多 没错 那反正有年哥常常来 那我们赶快来进入到 今天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选股 因为当然就是 要封关了 对 所以呢 大家对于年后 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还是很关心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 三大法人还有大户 都在抢哪些 铜板股 这个统计出来之后 发现 哇 这个第一名居然是联电 那我想这个多多少少 可以收到台积电的 这个水长传告 对 激励 形容得真好 那联电呢 其实这五个家 也是涨了9% 那其他台庆宁 是因为财报很好 待会有年哥会补充 那元大金 利基电 中信金 还有刚刚提到的中钢 其实法人都在抢这些相关的股票 不过呢 这个新光金 因为去年的业绩不太好 那最近 法人也在回补 是 其实新光金 你可以注意看 其实外资经常会做比较大的动作 一下子买很多 一下子卖很多 那资中间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 我们也不太好讲 那么 那可是呢 其他的来讲的话 像是联电 利基电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都是这个做经验代工的嘛 那经验代工的这个部分 库存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要保守一点 那至于群创呢 那这面板的也是一样 这个产业呢 你说要马上就变得很好 我觉得 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所以也暂时 暂时我们摆着 那中钢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剩下的就 通通都是金融股了 对 所以呢 在金融股里面呢 我是觉得啦 台气银是可以注意一下 值得关注的 其实今天有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呢 有个研究机构 他们做了一些统计 发现去年第四季 其实外资买金融股 买的前三名买最多的 就是永风金 台气银等等 所以显见就是筹码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 外资的动态 那刚刚有年哥提到中钢 我帮大家这个补充来 来问一下 中钢有机会重回四字头吗 短期之内大概不太容易 真的是不太容易 因为呢 我们按照这个国际的 刚才我们讲这些 钢厂的指标来算的话呢 那他大概 因为他大概 我们算他涨个50%好了 也跟大家一样 看齐涨个50% 可是他在去年10月的时候 这个他的股价是20几块 对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说用28块来算 25块来算好了 25块呢 涨50%的话 大概37块多 大家听到最重要的一个价位了 好 所以如果是高点套牢的 可能要稍微要有点耐心 是的没有错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聊的是 刚刚有年哥提到的台契影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氏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